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住在我楼上的主播 是我青梅竹马的女孩 她现在还不知道我的身份 我决定先接近她一下 到账了 到站了 我去 擦了多少份 下班不回家 到底要去干什么 你干嘛 我看你一个人吃饭 我陪你吃 你不需要你陪 不是 你不认识我了 不认识 但是我没那么熟 你干嘛吃我东西 咱俩不打不相识 大不了这顿饭我请你吃 不需要你吃 不是 我觉得之前误会 咱们都解开了吧 你怎么还对我这态度 咱俩当朋友不好吗 考虑一下吧 那你请的话 这个付钱 浪费啊 现在还不能让她知道我的身份 感觉她对我的态度缓和了很多 来了 谁呀 主动找她聊天之后 李渔对我的态度缓和了很多 回到家正当我准备玩以下评论区里的火纹传说时 谁呀 哎 晓燕你 你给我站住 干嘛就往里闯啊 干嘛的呀 你被闯我家嘛 我闯你家你就来闯我家 那我要是喜欢你 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我有东西 我给你拿 没事 内裤 内裤 你这样 我把内裤给你 你把微信给我 说什么事 说话啊 哎呀 微微重视秋天里每片落叶 我把内裤给你 感谢观看